不管走到哪裡 還是都有人在那邊等著他 然後問他要不要選總統 所以這個對他來講 也是如影隨形的一直跟著他 3月24號的時候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他就講了 黨內已經逐漸有共識 可能採徵召 對方被動接受參與初選 這樣最符合公道的原則 但是朱立倫就說 沒有徵召是初選這種制度 然後吳敦義馬上反抗說 2015跟2016年有那樣的制度嗎 也就是當年貫注也是 完全沒有這樣的制度 你還不是為了情況需要 就硬生生換出 這個樣的一個制度來 當然我們的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他有異參選 所以他也覺得不是很高興 他就畫了一張圖 這個圖下面說這個 好球帶是變形的 他說面對一變再變的好球帶 投手怎麼辦 民調70% 黨員投票30% 這是原來的制度 然後後來又出現一個 萬分之一徵召 那下來又出現一個徵召初選 初選制度一個月內 被騙了三次 這樣子讓他這個投手 到底要怎麼投球 他感覺到無所適從 朱立倫當然 他一直不斷的在強調 要大大方方 他3月21號的時候就說 要徵召就大大方方 徵召韓市長我也全力支持 23號才隔兩天 他又再講一次 要徵召就大大方方的決定 24號又再講說 要徵召就大大方方的徵召 大家根本聽不懂 什麼叫做徵召式初選 那現在媒體不只是問韓國瑜 也跑去問了李嘉芬 3月18號的時候 李嘉芬接受專訪 他說假設他有想法說要選總統的話 那你的態度是什麼呢 然後李嘉芬就呵呵呵笑一笑 然後就說叫他去洗衣服 他要冷靜我就叫他去洗衣服 然後到了3月24號 媒體就問他說 如果韓市長透露參選的意願 那你會怎麼處理 他說我再叫他去洗衣服 洗完衣服沒事 再叫他去晾衣服 反正就不斷的洗衣服晾衣服就對了 然後3月24號的時候 那個韓國瑜就說 這個問題一熱就要被逼著洗衣服 所以這兩天一直在洗衣服 他每天就不斷的洗衣服就對了 記者問他說 如果當總統還會洗衣服嗎 他現在不談這個問題 我們正在衝經濟 媒體再問 國民黨有意徵召領表 但領表一定要你本人的 身分證跟印章 他說這等回到台灣後 再好好商量 其實李嘉芬的這種答覆 有點說好像要轉移一個話題 然後讓他用這種 比較輕鬆幽默的去對待 可是韓國瑜其實你看 他的回答是 他一直被逼著洗衣服 所以表示他一直在冷靜當中 一直冷靜 那一個人為什麼要一直冷靜 是不是因為他真的起心動念 他真的有想選 而且到現在為止 他也沒有把話說死 還是保留了轉圜的餘地 所以看起來 韓國瑜現在內心 也正不斷的在掙扎 今天兩個主題 一個是韓國瑜賣台 問號 被抹紅賣台 一個就是徵召韓國瑜 徵召韓國瑜的話題 從過年前一直談到過年後 現在越來越有那麼一回事 可是危機也似伏 剛有兩位兄弟 看說他這裡都黑錢 被我打成這樣 你還摸唸層很痛 對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一旦 實時開始進行徵召韓國瑜以後 我相信韓國瑜身上也會插到 不是來自於黨外而是黨內 國民黨黨內其實也是 你就沒辦法團結 對 我覺得我也悲觀 我覺得因為畢竟 王院長跟朱立倫市長兩位 已經宣布要選的人 他們如何能夠接受像這樣子 目前的遊戲規則是最大的問題 不過今天有很多媒體 在討論這個事情 又來問我一些看法 我覺得還是得靠時間 來解決很多情緒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吳敦毅主席 他講這個話也是有點企劃了 現在沒有直接徵召的制度 當年有換柱的制度嗎 就是變成是在吵嘴了 就是你就是在A朱立倫 朱立倫講說當年我願意換柱嗎 你願意出來輸了 只拿300多萬票被人家Saving 你願意嗎 所以各自有各自這些起子的時候 最後突然是韓國瑜出來 國民黨的 因為照相看起來 觀眾朋友 我們用簡單的圖 因為討論這麼久了 看起來是 如果這個菊耀成必須要吳主席的 這個力推跟他的主導 我黨主席願意徵召韓國瑜 不管是徵召他初選 或者是徵召他到全代會去通過 都是要有吳主席的這個基石 吳主席顯然就會被歸類於 所謂的挺韓派 因為他願意讓韓國瑜出來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 王金平恩主力會攻擊 胡杜英一開始 還有說過吳吳比 五成黨員跟五成民調 為什麼現在反而變成徵召 為什麼你會徵召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民調高 韓國瑜民調高 不就全民調嗎 你為什麼從五五變全民調 全民調不是朱立倫想講的 所以這種變 會攻回來吳敦義的身上 這第一點 第二點 王金平王院長 他一直都還潛在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不確定的因素就在於 王院長身邊支持的人 他是屬於比較認定王院長的 大家懂我的意思 就是說朱立倫的支持者 可能是認定國民黨跟朱立倫 國民黨的可能多一點 我就希望國民黨執政 所以我支持朱立倫 所以一旦認為韓國瑜 可能比朱立倫更適合的時候 他們也會希望或者是勸朱立倫 跟韓國瑜合作 但王金平院長那邊 是支持王金平多於支持國民黨的 所以王金平的支持者 他在於如果國民黨最後 你不提名王金平的話 他們會勸王金平離開國民黨 獨立參選 就算沒有獨立參選 力量不借你用 就說大家參不高 水沒樓 看你表演 打招 努力 就不幫了 農會系統只有我叫得動 現在叫不動的話 對不起 好球帶已經偏移到牛棚了 我就再回牛棚去 看你們表演 這個時候力量就會減弱了 所以嚴重的話 就是國民黨分裂 沒有贏 剛剛用家的兄弟告訴你 沒有贏的 分裂的話可能就沒有贏 分裂只是力量分散 倒回來倒打一耙 直接黨內就廝殺了 連過去很多的所謂的 可能可以攻擊彼此的 因為從內部破壞是最有力道的 這種狀況 國民黨就可能 他當選2020執政機率又更低 而且影響力也席次 所以現在整個局還需要時間 這個時間的過程 能夠產生一些化學變化 讓朱立倫跟王金平願意 這個可能就回到 周周夷一開始所講的 就是說國民黨過去都是減法 這個可能也不是特別講誰或怪誰 民進黨都願意打團體戰 小英當總統 各派系也是語錄勳戰 當然可能新潮流拿得多一點 可是其他的派系 那個叫資源 政治的資源 那個不叫分贓 觀眾朋友必須了解這件事情 馬英九前總統 可能最大比較被詬病 就是他不懂這一點 我今天既然 整個黨跟團隊幫我選上總統之後 我就要大家一起來跟我 Round這個團隊 行政院的部會的 行政院長的考試院 監察院 大家都一起來團結力量大 但馬前總統可能比較沒有做這一點 所以就是他自己一個人不沾鍋 獨善其身 當馬英九上來的時候 所有跟馬英九一起同期 可能有競爭能力的 王金平也好 或是他的行同 政治上的父親的吳伯雄也好 連戰也好 宋楚也好 力量沒有結合 現在就必須說 有誰能夠讓韓國瑜 如果最後是他出來 王金平 朱立倫跟吳敦應 還有甚至馬英九 郝龍斌力量 是合在一起的 就是周希偉一直講的加法 這個必須靠時間去解決 方向 我相信是講對了 就是的確是往徵召方向去走 就是也不會說 先開一個全代會改了以後 那樣子的方式更粗魯 更使得國民黨內部法團結 誰會讓他們會願意團結 那就是民意 只要民意一直都高度的支持 這件事情 行事比人強的時候 最後只好選擇說 不然也有人帶獎了 王院長他不願意再當立法院院長 對不對 他也不願意當副首當副總統 可是他沒有說他不願意當行政院長 所以就是說 合作的方向有很多 就是說未來的 至少他 或者是考試院 或者是監察院 你說選前去做這種規劃 絕對是不行的 司法院應該比較好 司法院長可以做嗎 他不是大法官不行 他比較適合 學長在虧 講到行政院長 說他已經很不高興了 所以沒有 我現在 我還並沒有去講說 要怎麼做處理 或者是我去呼籲怎麼處理 我沒有這個能力 我只是觀察 就是說你必須要讓 他們的力量團結 這個問題才能結 現在韓國瑜的民調是最強的 可是如果走回了 韓國瑜是當年的馬英九 雖然你台北市長 特別非安被起訴了 可是我立刻把排列條款 弄成是一審沒關係 以後才可以 其他的國民黨內的力量就分散 我看你表演 馬英九是表演成功了 他選上了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他靠自己的人氣 在2008年他選上了 我沒有靠派系 跟韓國瑜在講 他傷了派系 他當上總統以後 對於地方派系的嫌惡 跟那種不屑的那種口吻 反而害得八年以後 國民黨要再丟掉政權 韓國瑜走的路套 跟這個馬英九是不一樣的 他就要有能力 我相信 其實我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相信韓國瑜 現在根本沒有在考慮這個事情 他也不會回答 再多專訪什麼 他也不會鬆口 因為大陸的訪問 還在進行當中 回來還要面對這次中聯辦 跟劉潔毅的事情 然後最後還有美國 等到中聯辦跟美國的 這些事情都過了以後 接下來他真的考慮 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相信以他的政治手腕 我剛剛講的問題 怎麼安撫王金平 跟朱立倫還有吳敦毅 韓國瑜應該是會去做的 因為是民調 比較後段班的朋友 我比較不願意去批評 我來講民調第一名 他參選的必要性 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的專訪 韓國瑜他講到蔡總統的三部 不要中華民國 不要九二公司 不敢台灣獨立 他有一個三部 韓市長也提到賴清德 他研判大陸是兩套半 不要中華民國 不要九二公司 台獨搞一半 這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如果賴清德當總統的話 台灣會更不安全 人民會更沒有錢 我的論述在這裡 當天的專訪 這個評總說 您 這個就是韓市長 您已經把這個總統大選 定位成中華民國的盛世保衛戰 你自己把它拉高到這個層級 所以理論上國民黨應該派出 最得到人民信任 這是個反問句 應該是要這樣子 派一個一定能贏的 所以觀眾朋友我的結論 如果台獨當選總統 韓國瑜當高雄市長幹嘛 如果台獨當選總統 我更明確 如果賴總統搞台獨 搞半套的台獨 那你當高雄市長幹嘛 你沒有意義 如果我在高雄當市長 然後總統是搞台獨的 這莫名其妙 而且關鍵點在說 韓國瑜的中華民國 跟賴清德的中華民國 是同一個國家嗎 其實不是 所以同一件事情搶訂單 為什麼藍綠完全相關 因為講好我們都拿一樣的身分證 拿一樣的國旗 拿一樣的新台幣 可是底固子裡 他們不是同一個國家 主持人 我講一個故事 這個是我埋的一個梗 今天3月25 禮拜一 提問觀眾朋友 你記得3月25上個禮拜五 你講過什麼嗎 這個是我在友台遇到猛名嘴 他說316的立委補選 輸在六個字 誰說的跟選總統 輸在這六個字 我坦白講我有點嚇一跳 我說怎麼會輸在這六個字 你看這是友台 就不是我們台就叫友台 他的OS說 首度表態高雄市長會做好做滿 不會領表參選2020 但當天下午 韓國瑜卻像得了失憶症 這是友台的SOT的稿子 我看了我覺得很難過 我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做滿四年是黃光琴講的 韓國瑜講是四年任期 我繼續做 做好做滿 其實是我們媒體製造的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做好做滿這四個字 我們台灣的媒體就是製造業 黃光琴沒講做好做滿 韓國瑜也沒講做好 這四個字是媒體自己 加油添出 加上去的 你再回來看 看這個新聞他講說 當天下午 韓國瑜就得了失憶症 我跟韓他們都做廣播的 其實那天的專訪很清楚 他的專訪是前一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專訪的 3月8號是禮拜五 3月11號是禮拜一 所以他On Air播出時間是禮拜一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問大家說 你記不記得 你上個禮拜五講過什麼 當記者去問韓國瑜說 做好做滿 韓國瑜都一頭霧水 我三天見面的事情 你問我 我怎麼知道 而且做好做滿 我剛剛講到 做好做滿是媒體製造的 然後做好做滿跟做滿 這兩組關鍵字 韓國瑜都沒有講 然後我很訝異 然後我很訝異 因為那個某名嘴 我也很久沒遇到 我想誰說的 這怎麼是敗選的 因為我很訝異 所以觀眾朋友瞭解說 有多少錯誤的訊息 可能到現在還有一些觀眾朋友說 謝龍介也輸 就是因為韓國瑜講誰說的 他講那三個字 韓國瑜講那三個字 我認為合情合理 如果你回到我剛剛解釋的 那個實況地 他很自然嘛 你莫名其妙麥克風督過來說 你是不是要做好做滿四年 韓國瑜是誰說的 廣播 前幾天光行來訪問 廣光行的節目 他就想起來 可是他沒有講那幾個字 他沒有講 請大家不要再以而穿了 316 龍介兄 蘇哥哥都會 主持人我的結論是這樣 這是我們龍介兄的 那時候掃票進去 揮揮手我們感動在心頭 有些網友很可愛說 謝龍介在報名牌 他不是在報名牌 他在宣傳在念那個號碼 是在叫車牌號碼 你把駭 cash 1 2 3 4 你好 阿輝輝首位 你好 那是謝龍介的那類金句 我是選後第一次 跟龍介兄同台 我給他這個 這是因為我講過 我不是拍你馬屁 我在別的節目都講過了 旅敗旅戰 我建議國民黨 把謝龍介列為部分區 列為安全名單 其實我們節目很早之前在 之前我在節目中講過 應該把它列為部分區 我那時候講說 無論選輸選贏 都應該把它列為部分區 因為這老很多 他不是變黑 他是變老 這很可怕 你電視看不太出來 我覺得他恢復了 沒有 我覺得他老十歲了 還來他胸 要給他 因為主政我覺得他很難選 在台南那麼綠的地方 然後他又傷痕累累 他八個月之後 在聘立委選舉 我講實在話 我也不樂觀 你不要輸了 你輸了就再也不要輸了 做不分哭 兩年後去跟荒野做拚市長 我的用意是這樣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